李承炫是娱乐圈第一个得产后抑郁的男明星 这段让全职宝妈妈听完眼眶泛红的话 是七位老公李承炫 当全职爸爸之后的亲身感受 2015年七位平安生下女儿Lucky 开心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 到底谁留在家里带娃成了他俩最头疼的事 当时的李承炫和大多数男人的想法一样 认为男人就应该出去赚钱养活老婆孩子 带娃这种事不都是老婆做的吗 更何况他觉得带娃比工作更让轻松 然而当他看到一位生孩子脸色苍白身体浮肿的老婆时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七位为了生孩子已经停止工作一年多 如果再继续在家带孩子 那将会错过他的最佳黄金时间 为了不拖老婆后腿 他决定接下带孩子这个重任 他就是有这个最精髓的时间是这个 那如果这个时间段他是可以追求他的梦想 完成我是可以来得及的 后面像雷佳英或者很多的男演员 是可以在后面没有这个年龄的限制 话说的一点错没有 但是有几个男人能做到换位思考 真正的为老婆着想 牺牲自己的事业 去支持对方 直到他真正的成为一名全职奶爸 他才明白 妈妈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是多么不容易 不仅要无时无刻关注他的状况 还要24小时守在他的身边 因而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 只要他一闹 不管是白天黑夜你都要起来哄 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整整持续了一整年 孩子稍微大点后就会有自己的思想 并且那个年纪是最调皮的时候 Lucky经常惹李承轩生气 每次教育完女儿之后 看到他委屈的脸蛋李承轩又很自责 长期循环往复 导致他差点患上了抑郁症 最让他接受不了的是 明明自己已经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这件事上 但最后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做 他其实耗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多 但是结果来说 看起来像你一天都没有干什么 但难能可贵的是 他没有选择摆烂 而是给自己报了教育孩子的课 然而李承轩需要承受的 还远不止这些 在带孩子的七年里 一直背负着软饭男的名头 但他却表示只见过老婆的想法 其实早在七威怀孕的时候 李承轩就选择退掉了所有的工作 全面地守着他 直到他生产的那一天 无论什么时候 七威累了 尽可以向后倒 李承轩永远是他的四面八方 而七威也给予了李承轩足够的尊重 就连大张伟也曾公开表示 七威和李承轩这样的关系 才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我一直认为所谓的灵魂伴侣 是我们那个七威啊 七威有一回看他爷爷 爷爷去世了嘛 他在他爷爷那边 爷爷那个幕前面哭啊 然后李承轩就在旁边也不说话 然后呢回去路上呢 那个李承轩就想起来自个儿的 那个天人什么类似的 就是难受 什么叫灵魂伴侣 这时候就是七威过来摸了他一下 当你难过的时候 你跟别人说的时候我想一人之口 但是那个时候 你就是只与一个人过来摸一下 2021年李承轩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上的出色表现 更是让人刮梦相看 在公布结果得知自己获奖后 他第一时间跑向七威紧紧抱住他 大概就像那句话一样 七威懂得李承轩为家庭收敛锋芒 而李承轩也知道七威在外面的不义 这样懂得互相体谅的对方的不义 大概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吧 谢谢大家